大家好,我是超哥,这是咱们粉丝继绣的一个格力的一个板 这个板呢,它写的是什么故障,咱们看一下啊 它写的是,它写的是开机风机就转 就这么一个问题 咱们看一下这个主板的结构 这个主板的主机键电路里面它有两个机键器啊 一个主机键器,一个预充机键器 所以说这个板是在预充的 那么上电它的主机键器也是不契合的 咱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看一下主板的结构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主板现在上电之后,咱们看一下 简历是连接不上啊,保护去补充 咱们把板子翻过来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CPU的四个指示灯也不亮啊 CPU四个指示灯也不亮 那对于这种问题,我们第一个先查供电吧 查一下它的所有的供电,它是不是正常 这个主板呢,是格力80条CPU 80条CPU是3.3V供电 我们找到7.133 那哪里是7.133,这里这个就是7.133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5V 5V电压4.29V正常 3.3V电压 3.29V也是正常的啊,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那么其他的电压就不用去测了 你看14V也正常的 基金系的供电电压12V 我们看一下 12V13V也是正常的啊 也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指示灯不亮,那么CPU就坏了啊 CPU就坏了,这个不用考虑了 直接就更换CPU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先要把CPU拆下来 待会我们再写个程序 那么写程序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古板的程序怎么会拆 看这个贴纸 这个上面写的是W8433QRTFC1.08分 我们就找这个程序就行了啊 这就是它的程序 这个CPU我们已经换好了啊 咱们看一下,四个灯也亮了 通讯也正常了 现在我们带海压水进行一个测试啊 风机已经起床啊 压水已经转了啊 那么这个主板咱们就完美修复好了 那在这里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咱们写CPU的用到什么东西 咱们看一下啊,这两种 第一个就是809的一个变成器 但这个变成器相对来贵一点 大概可能一千五左右 还有一种我们就是用这一种 这个300块 只能小变成器 写89CPU啊 也只能弄89CPU 像这个809呢,可以写311的 嗯,隔离89CPU 还有咱们的,美机的 247的CPU V850的CPU它都可以写 主要是这个转接板啊 有这个转接板就可以写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感谢观看,再见 对应该是这个转接板啊 对应该是这个转接板的 这边的转接板